今天一開始來關注到昨天 總統大選是結束了 民進黨的賴清德 打破了執政兩屆的八年魔咒 贏得了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勝選之夜和負責蕭美琴 召開了國際記者會 感謝臺灣人民寫下民主的新頁 他也再次強調 將會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會跟在野黨進行溝通 來解決各項重大的問題 前起副手蕭美琴的手 深深一鞠躬 我們總統大選人賴清德 勝選之夜至上由衷感謝 我很抱歉 打亂了你的人生規劃 但我更要感謝您 在關鍵的時刻挺身而出 國會的選舉不如預期 我們還是要檢討反省 賴孝佩順利當選 破除執政黨八年魔咒 但國會未能過半 賴清德期盼和在野合作 未來是否考慮組聯合政府 我接到了柯文哲主席 以及何友宜市長恭賀的電話 我也會依據憲政的體制 仇主民主大聯盟 用人為財不分黨派 強調未來用人為財不分黨派 總統蔡英文也喊話任期尾聲 要和在野陣營彌補 選戰裂痕 期待在未來 包括我剩下的任期內 以及未來新任總統 能夠啟動跟在野政黨 社會各界的各項溝通 讓選舉的結束 成為我們共同面對挑戰 化解分歧的開始 韓話將啟動朝野對話 不過這回臺灣總統大選 湧入眾多外媒 因為中國戒選 痕跡斑斑 引發國際關注 再度定調兩岸政策 遵循和平對的民主對話 四大原則 2024總統大選 民進黨創下首次同政黨 連續執政三任記錄 也替政治新局翻開新的篇章 記者陳婷嵐金發台北 參謀報道